哈喽大家好我是阿邦 大家平时看到的皇宫椅 它的椅圈基本是五节相连的 三节的都是比较少见的 今天带大家看一套三节的 这款器型相对于故宫款皇宫椅而言 它会更加经典 现在我们跟随镜头来看一下 椅圈三节和五节的具体用料差别 从扶手的镂空雕花到这里 是第一连接处的 这个相对于五节而言 它的长度更长了 而且弯料的弧度也更大了 对于取料是非常困难的 要保证说整个取料过程是全奥标料 不含素心的 所以这个无形中成本也增加了 再来看一下后备板的工艺和用料 上段的镂空雕卷草纹线条非常细腻的 这个都是后期手工修光过刀的 中段的后备板独板黑飘红 两张椅子一幕对开的 茶几的面板也是飘红中带着点点金星 整套三件套的用料配色相当不错 腿部也是脚花一体的 大家可以静静的欣赏一下整套 黄公椅的气形 非常有美感 大家如果有喜欢红木视频的 可以给亚方点个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